中午12點左右 根據氣象局的預估 大概震風 有可能達到十幾的震風 山區的雨量整天 也會達到400毫米 那這個已經達到 停班停課的標準 市長26號晚間宣布 27日停班停課一天 但白天沒什麼風雨 感受不到颱風威力 民眾難免納悶 台北如果跟我說一叫 午後一次就沒有 但是真產的這些 可能一定有影響 常常可能會覺得 今天本來可以賺錢 結果可能沒有賺到 輪班類型的 可能還是會去公司工作 只是人力是很會增加 不知是否擔心 挨罵陳其邁一走馬不停蹄 趕到永安 子官 佑昌 視察抽水機的設置 以及抽水站運作的情形 但這些行程都沒有公開 倒是一樣宣布 停班停課的台南市長 黃偉哲有話要說 今天有說過了中午 但是在昨天之前 有說今天上午就會下單 所以說這個有時候計畫 趕不過變化 他說宣布早了要被罵 宣布完了也會被攻擊 實在很難為 依照行政院標準 暴風半徑四小時內 預期經過的地區 平均風力七級以上 或陣風超過十級 或是24小時累積雨量 山區200平地350毫米以上 都可以停班停課 只是這風雨來的時間 似乎一再往後延 下午五點左右呢 就會感覺到明顯的雨勢 五點到這個深夜這一段期間 其實風雨應該都滿大的 半晚五點都要下班了 這也難怪民眾開心放颱風假 企業主卻難免抱怨 平白損失一天的效益 TVBS新聞 五少龍 顧守昌 南部報導